海贼王,打败凯多后,何之国该由谁来掌管,光月佳可行吗? 最近一段时间,海贼王的剧情可以说是非常拖沓,无论是漫画还是动画皆是如此,漫画正进行到陆飞抑或人与凯多的正面对抗,而动画还停留在进攻鬼岛的前一天。 不过无论韦田再怎么拖沓,凯多最终还是要被打败的,我们不妨来思考一下接下来将要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凯多败背后,何之国究竟应该由谁来掌管,光月陶支柱真的能够胜任吗? 相信看海贼王的朋友都对陶支柱这个角色恨之入骨,因为他非常好色,纳美,罗宾等人都对他毫无防备之心,就这样一个只有八岁的好色小孩,他真的能够完成接管和之国的重任吗? 其实在海贼王的世界里,何之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这个国家实行的世袭制,一直由光月家掌管,大家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陶支柱会在凯多败背后继承何之国。 首先我们不讨论陶支柱有没有这个能力接管和之国,而是应该想一下陶支柱本人真的想要去接管和之国吗? 其实从剧情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陶支柱这个角色并不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陆飞小时候就想要当海贼王。 明哥小时候就展现出了王者风范,但陶支柱并不是,在遇到草帽异或人之前,他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也没有任何武力值,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孩。 实际上,比起富国,当君主,陶支柱更想要的是留住身边的伙伴,他更希望大家能够一直开开心心地活下去。 进宫归岛的前一天,赤鞘九霞在海边准备冒雨出发时,陶支柱哭哭哭哭让他们不要出发。 如果你们都死了,那我怎么办,可见陶支柱并没有决定扑出去,比起赤鞘九霞,他甚至都不像是光略家的人。 说完了陶支柱,再来说说玉田,其实玉田本人也不是一个当君主,将军,得了,年轻时候的玉田就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流氓混蛋的形象,他向往自由,向往大海。 根本无心继承父业治理国家,而要成为一个国家的君主,将军,就必须拥有治理好这个国家的能力,显然和之国从玉田这一代开始就注定要走向没落了,是习致在和之国根本不可行。 和之国要想成为一个发达的国家,就必须对外开放,就必须废除世袭制,改成能者胜任的模式。 比起没有任何才能的陶支柱,显然还有其他人更是合作和之国的统治者,比如一顾的双越康家,又或者是猫腹蛇。 犬蓝公爵,甚至连戴和也比陶支柱更是合当和之国的君主,将军,因为他们无论是在武力之上还是在治理国家的能力上都要比陶支柱强不少。 最后,在海贼王的世界里,和之国也一样不一定要由光略家继续掌握,因为换作任何人都可能比陶支柱做得更好。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再见。